12345 江山的老虎 然后出来6怎么搞的 这个就变成一个新的小循环了 我们今天呢 不讲太深入的 中音里面有叫六经 就是指的是 少阳 太阳 然后中间多了个阳明 音的里面呢 没有什么音名 叫绝音 所以 这个六经 它是比较深的一门 因为这个学术界 现在还有 争端更主要的 甚至是个谜团 这个跟八卦到底有什么关系 但至少呢他一定不脱离 这个阴阳 这就是二 你看一个卦里面 六个阳 一个 六四卦完整的卦 虫卦 那就会有三对 天一对 地一对 人一对 这个就是六爻 它这个 结合这个 会联想出不同的位阶 不同的身份 等等 如果说跟一呢 那就天一生水 第六重置 加一个五 然后 跟三呢 就是 两个三嘛 重挂 然后 跟五呢 那就加一个一就可以了 应该人体有五脏 有六腑 就多了一个空腔 那就是六腑 然后 如果说是 这个六腑里面讲六瘦 说青龙白虎 朱学学五 构成 构成是土 再多一个什么呢 多一个一定是 无形的 一定是也代表土 也代表空的东西 藤蛇 再多一个 然后你说多的树呢 同样 减去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偶树 它就有优点 就往往这个最小公平数啊 可以 呃 成得出来这个数 其他人 没有 你说单数 你说七 那他就 没有最小 最大公平数 最小公平数 呃 这个 说十二 除以二 那这个十二 自然有关系了 二十四 那就除以四 那十二呢 说 呃 就是 十二胜消 有六合 两两一对 六对 这个 我们 辩证逻辑 推理当中 就可以这样算 他这个 一也是非常的 那二十四呢 那就是 除以一个四 反正这个 当中就是多少多少等分 你说 一分成两个 那就二等分 这个多少多少等分呢 在现在一直这样运用 确实 有他的意义 象征所在 至少把它简化再简化 你说一切的 根源就是这个数学 有这样去理解的 你用数去表示 当然 也不会脱离这个大道 那就是 六等分吧 你说 六是四卦 你除以六 除不开啊 但是它是六窑 这个六窑也很重要 就是六个窑就足够了 因为一个卦 太简单 你要九个卦呢 光看起来就很麻烦 虽然说是九重天 有的人他可能也会用这九卦 那这个 或者你甚至创造出来一个 都可以 但是 不是那么太上手 那六个呢 就是六十四种情境 把人生的 甚至宇宙的 万事万物 那就 归在这个里面 就能代表很多事情 可以解了 够用了 那包括我们佛讲的这个 眼耳皮 蛇神异 这个异 身体代表土嘛 其他的就是五官 一个代表一个五行 所以这个五脏对应的 心肝脾为肾 相对的大肠 脚肠 膀胞 还有这个胆 以及胃 和最后的那个三胶 那就是一个 其实你如果说六脏的话 那心胞 那就是中医里面的 也可以那么一说 那么一定记得 一双一只手 超过了五个 那就是另一个 拍戏了 就是天一生水 第六成指 这个就是成指数 它就是一个成熟的 你看老阴极度成熟的阴 那它一定不顺 但是六六它一变 就是一层了 那一层一变 你看老阴极度成熟 就像这样 中医盗 之间一变